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3中3的高位是6300 去减乎3中1的起点就是5163 乘以0.618 大家可以计算 当然如果在0.618上不肯下跌 或者明显升过0.618 这个量度升幅目 你就要找一个更加利好的 首算数量方式 这个星期六我会和大家说 如果到时真的再升了很多不肯下跌的话 保力交通到顶部阻力今早早应该会被挑战 关键是未来几个交易 是否站在上面呢 SAR 极点高位 昨天出了6398 关键 今天收市位要高 这个位 不要等明天了 今天就好了 理论上是今天明天 或者等下星期都可以 应该都高过 如果高不过就很差 五个珠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利好的 形势一片向好的 我们可以一会看 中线的升浪目标 就这样量度 肉眼看下去 这个也不太大 这个高位是6891 这个高位呢 6953 这个高点 看这两个位 看下这些支持线 如果你拿这两个低位计 就失而复得 这个支持 拿这两个低位拉 那叫做 亦都是 失而复得 这些不用看 这些低位也太低了 现在没什么意义 看了 那还有没有可以看的呢 看上升通道 上升通道 那我建议 大家 先保守一点点 先看这两个低位 先看这个 过到 不出奇 今早过到 但是站不站得上 那是后华 先看这个 推上去 两个 两个目标 看下这两个 好吗 周扇图 中期形势 都很漂亮 今个星期 大阳烛 没什么懷疑 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五个都是利好 跟短期一样 中期形势 是显著向好的 我们看中期的目标 当然 跌浪的起点 是由这里 7918 跌到下来 最低 是4919 弹上去 当然我们看 0.618倍量度升幅目标 这个重要 中期来说 是6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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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上面 后市便可以挑战 7918 否则 便会下回 整固 下回 也不奇怪 因为 在固湖3 中4 5行 回到固湖4 目标是固湖3 中4 的中点附近 昨天 前日 也说过很多次 中期的形势 长期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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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了 RSI STC 刚刚的指标 刚刚的指标 2个好 3个淡 形势依然偏淡 我们要等什么呢 主要是等MACD 发出红颜码信号 发出之后 就变成3好2淡 由现在的偏淡变成偏淡 偏淡 会认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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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